大家好我是瑋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白鷹刺客這隻新的 五百九的角色 關於這隻角色又是一隻新的刺客系 我今天就是要 大致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角色 這時候可能會有人問我 你這傢伙要做介紹這角色就放著藍色 你這樣對嗎 人睡迷糊的時候總是會做出一些蠢事的 昨天晚上 我原本昨天的經驗 昨天是打經驗值的東西 我的經驗包都有留下來 可是昨天晚上 打電動塔的有點晚 然後那時候上導塔來挖礦 挖礦到一半發現 我有好多經驗值喔 怎麼辦 我還有角色可以繼續練 我就把經驗值全部灌下去了 我完全忘記我今天要買白鷹刺客來的 所以我就用我剩下的把它沖到了 現在是47等 唉唷好了 先不談那個白癡事情過了就過了 先談談白鷹刺客這隻角色 他是一個前排的刺客 恩 他就是跟敵法一樣會跳過去 然後他會 他跟敵法不同在於敵法的是 魔傷大量減免 他的是減免傷害 所以看起來他是霧魔都可以減免的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 他是他的光環有女性光環 軍團的光環 然後女武神光環 小黑的光環 然後刺客系光環 愛及歐的 那三個問號 應該是影刺聖堂跟 小強吧 如果沒記錯話 然後最後一個他看起來就是個夜精靈 沒錯 說實在夜精靈都是萌妹子啊 這發言有點變態 好先不說這個 所以這邊看起來 他可能是可以搭一個 刺客系加小黑吧 不曉得 沒有測試過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他技能 他的大絕是 閃爍到力量最低的敵人旁邊 殘暴攻擊 好這不管他 重點是他附帶兩者敏捷差的相關額外傷害 就是 這句話轉成白萬文就是 假設我敏捷越低 假設我們兩個敏捷差的越多 我們可以 我打出來額外傷害有越大 然後他跳過去 一段時間內 受到的傷害大幅降低 他說是大幅降低 可是這大幅是多少 我點一點看看 沒有寫 What the hell 居然沒有寫 好 大家都知道 DOTA有些東西就是會寫 有些東西就是不會寫 不管怎樣 他都不會告訴你 這樣他以後才可以暗改 每次我就是暗改 所以這個減傷也不曉得是多少 算了 可能以後看看他會不會被秒殺就知道 畢竟他是個前排 然後他的第一招是 釋放四連擊對敵人造成連擊傷害 最後一擊必然命中 可以打斷當前動作並沉默敵人 就表示 就算 就算他把這招放在小娜家身上好了 他的第四下也一定會打中 而且會沉默小娜家 雖然說沉默小娜家可能就 讓他開不出大 丟不出王子 就是這樣 沒錯 不過通常這招應該是 接待這招之後 我在想 沒看過他的技能循環 他的第三招就四強凌弱 閃爍到力量最低的敵人旁邊 看到了嗎 跟敵法不一樣的地方 敵法是跳到智力最高的敵人旁邊 但智力最高不代表他一定力量最低 像牛頭好了 有些人會用牛頭去卡敵法 以前 我不曉得現在 大家現在都 紅色了 還卡不卡得住 大家以前都用牛頭去卡敵法 但是牛頭很明顯應該就卡不住 by in 因為牛頭他畢竟是隻力量的角色 只是智力非常卓越的成長而已 所以他應該是卡不住by in 然後他就跳過去之後 他就給他破甲一擊 簡單來講就是降他物防 然後也是 一段時間內受到傷害大幅降低 又是一個不講了 又是一個減傷不講 真的是齁 先發智人 這是他指射的 我還沒有這招 因為要50等才有辦法指射 先發智人 對血量百分比越高敵人造成越高傷害 額外傷害受目標血量和技能影響 看來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血越高我會打越痛 但是 目標血量就是 對方血越多打越痛剛剛講的 可是技能影響是什麼意思 我是不太懂 受技能影響 他的技能有能提高傷害了嗎 喔 難不成他是指致命暗殺的這個敏捷差嗎 我在想應該是指這敏捷差啦 不過身為一隻三星的前排 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前排 大家都是在跟你比坦的 要不然就是你前排都要輸出 瞬間把人家切光光 把他贏現在身為一隻三星的前排喔 前途堪憂啦 而且最糟糕的一件事是 我以為他會開 我以為他是刺刺客 就會直接覺醒啊 什麼事都是我以為啊 可惡 現在這個年代大家都是五個技能了 別說五個技能了 巫妖船長天怒小大家都六個技能了 對不對 你那邊四個技能還沒覺醒 插人家一件覺醒大裝 白影目前啊 看起來應該就是上不了場 嘖 不過應該 看在他是個妹子的情況下 嗯 還是有一戰的實力 沒錯 我給他評價就是還有一戰的實力 絕對不是因為他是個妹子唷 好吧 其實白影刺客 刀塔後來出的五百九 一隻比一隻我覺得比起來啦 我是覺得 還不錯 還不錯 可以還行 像前陣子開放覺醒的那隻那隻那隻 科學怪人拿去 科學怪人沒錯 像科學怪人他就是 我一直在想 等我科學怪人練上去之後 現在很多 練精一波流啊 要不然就是 法術AOE 真的是很誇張 我帶了個死騎 全對加熱魔看光華 還是 而且我後排還帶的是法系 我不是帶那些物理很薄的 我還帶的是法系 還是被一套帶走 所以我在想 等科學怪人練上來之後 看能不能用這個光環 加上 敵 死騎的光環造成效果 而且你看 現在 五百九角色覺醒之後 其實 呃 好 好 好 嗯 其實都有一些看起來 還不錯的覺醒技能 但是 你沒有覺醒 誰都不知道他到底是這樣 呵呵呵呵呵呵 沒錯 等我有 等我有空覺醒了 再拍視頻給大家 再拍影片給大家看好了 我現在是在慢慢覺醒牛頭啦 前陣子我原本有拍一個影片 可是 拍到後來不曉得怎麼回事 當掉了 所以就沒跟大家 沒給大家看 我主要是要跟 那時候主要是要跟大家聊聊 要保底26抽的事情 因為上次我狼人 一抽抽中 然後我覺得我會遭天譴 會抽不到牛頭 或者是抽超過26抽 結果牛頭25抽 沒錯 我要遭天譴了 我看我下一隻混蝦 可能要52抽才會中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大概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